如果艺术是人生的阳光 空气 水 让你的心不至于枯萎 那么如何透过艺术家敏锐的感官 去接收生命的三要素 去感受那个你我可能错过的事件呢 吕德钢琴家陈碧仙 在1960年9岁的时候 成为台湾第一位出国学习音乐的自服优异儿童 多次荣获国际大奖 他作为演奏家的天分和努力受到肯定 后来更从事音乐教育 逃离满天下 我们作为一般人呢 很想知道天才是什么样的心态与行为 以下是台义大陈碧仙荣誉教授 接受副校长薛文珍的访谈 第二集 今天我们问问这位天才对天才的看法 我跟很多小孩子接触过 就是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整个都已经在了 天才假如我来可以描写的话 就是敏感 敏感度 对敏感度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觉得生命上面是你愿意给多少 愿意全身都去爱 这个我爱这么多别的不给你了 那就是自己保护自己 那就是有一个人愿意全部都一定要做了 百分之百还要做那种人就也是很特别 所以你从那么小就是大家说你是天才儿童 那是最可怕的时候 就是好像人家给你一个章 你就是怎么样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动人 而且很多人在嫉妒你 就要害你 我一生就受到很多这个事情 我并不是那么有天才 因为我的父母那么苦把我送出去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用根才对得起他们 因为我去德国的时候 还不是也是给人家做用 是 证明我会吃苦 常常我们学音乐都会觉得 真的是读不下去 或者为什么要我读 我又没有 对 而且我的手也太小 那么老师那个时候就说 女人根本不会做成功这个事业 还要找关系 你关系好没有用 对 那我就说 我只有有了台湾 我才可以长大 因为台湾人这样子尊敬我 或者欢迎我 接受我 这个是最大的礼物 会想要投入 就是要给很多 就是把自己全副的精力都用进去 把自己有的和自己没有的都给上 可能就是我出国 就是第一个经验就是这个 就是要做到什么困难都不管 就是为了爱 一定要达到 就是没有限的 很多人虽然他很有能力 不过他不愿意把自己这样子全部限出来 用完 不过我当然是小孩子不知道去德国是什么一回事 离开家是什么一回事 那个时候也没有钱可以付飞机票回来 就是去了十年之后教育部才给我一笔钱可以回到台湾来 一定要熬下去 不管怎么样 或者我跟学生也说 要弹一个很不喜欢的曲子 我常常有这样子 那现代曲子还不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有 不过我们尽量要弹现在的作家的作品 那假如我不说我爱这个曲子的话 我学也学不进去 可是你不喜欢他你如何爱他 我还是要爱他我才可以学 不然的话一个音都吃不进去 所以你要让自己爱他 对 这个也是一个破坏自己 就是我不能够说我不喜欢我就不做 就是自己给百分之百还要 就是没有border 没有限制一件事情 没有给自己一个疆界 永远都没有不停的把那个墙给推倒这样子 坏处是我们不去评判 不评判的话就是说没有水准 有没有没有水准是最坏的说法 就变成是说不管是所谓的好的或是坏的 我都接受 对 我教学生都是看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 这个是我的功课 就是你要拿去有用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好坏 那这个也是没有限制 像我造的房子都是我自己去提那些 砖头或者去挖地工作 没有低没有高就一样 每个人都重要就像你说巴哈的副歌一样 对 你说巴哈的音乐是民主的 每一个音部都重要 对 它有它的作用 把那些小的音符弹得重的时候就不好听了 小的受不了大的负担 有些人真的应该当总统 应该大声地去带大家 有些人真的是剩下来就是应该要做小事情 做得很详细 我是常常在最低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最安全 因为就不用掉下去了 而且比较站得稳 你们都一直夸奖我 说陈碧仙多好多好 这个实际上我要把耳朵闭起来 因为我知道很多我不好的地方 我要在那边加油 而且我要努力 我才可以不会感觉到不安全 那就是我在走的时候 我才不会跌倒 就像骑脚踏车一样 你必须一直动 才不会掉下来 对 觉得我已经够好了 或者是说你们都没有我好 可能下一秒钟你就掉下来了 对 我跟Pierre Buleys 法国很重要的一个助曲家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他60岁的生日 人家想送给他一个礼物呢 就是把他的一个重要的曲子弹出来 我们练了一年 有很多很多花样 很难很难 就是弹得很快 有很多音 练啊练啊练啊练不出来 怎么样练都练不出来 后来我弹给Buleys听的时候 他就说 啊 你就这样子弹吧 就这样子 坐下来就弹给我听 他的钢琴弹法呢像球一样 都是奔上来 我们习惯弹钢琴都是以为 箭子要按下去 他弹钢琴就是按得上来 这样子才轻松 不然的话你总是万下的话 你总是黏住了 后来呢我就想 这个人根本没有空去练琴 为什么他可以弹得这么好 后来我看了很多他的电影 他指挥 他教人家怎么指挥 我也跟他合过 他的想法那么强 他想到的时候就传给你了 不只是指挥的时候 后来他弹钢琴也是 他想到什么 没有他想到什么声音就出来了 我们弹钢琴应该不是问题在弹的方法 应该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做到 要记得我这样子去按就有这样子的声音 我这样子去按就有那样子的 就是应该像自己学 科学家现在又研究出来 他们从听就可以听出来 每一个人弹出来的声音 都不可能会跟别人相同的 因为每一个手都是像我们的这个花纹一样 都是世界上只有一次 人有那么多都是unique 多伟大 假如有上帝的话 就是我就说上帝是爱 而且爱也是没有限的 就是想到母亲的爱也是没有限的 Meister Eckhart 他写的书就是怎么样爱 人家问John Kate说 年轻的作曲家应该怎么样 他说去读Meister Eckhart写的书 就是怎么怎么样的爱都不够 是无限的 对 跟那个佛教一样 一个无 一个空 不过有那个加油在里面 就是一直准备和一直爱 虽然我们永远填不满 但是我们可以一直做一直做 永远填不满 那一场音乐会我首演了他20岁的时候做的曲子 CBS就发表出来 就是live recording 人家都吃惊我又被子弹 那么多重要的人都在一起在庆祝他的生日 一下子我就变成star 很奇怪 他们就说我是现代音乐专家 我原来完全不是现代音乐专家 只是因为拿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先生跟我说你根本不用开始 你根本做不到 那我当然就更加有要证明我我没有那么笨 而且这个曲子到现在都还是很少人可以弹的 真的 哇 对 好伟大 因为我的长处就是拍子很准 后来手也很巧就是怎么摸声音 就是很准就到 而且我有绝对音感 现在因为每一个音 都是要听得到是哪一个音 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本领 是做我们适合做的事情 对 陈教授对天才的界定不只是天赋 更是身体力行他所说的无限的爱 要把自己有的和没有的都给出来 是一种比百分之百还要更多的投入与付出 没有疆界更没有限度 无论在哪个领域 你或许也体验过这个境界 陈教授说 不论曲子喜不喜欢都要爱 不喜欢的也要破坏自己去爱 爱他才能学会表现他 放空自己去接受 真正的好东西终究会沉淀出来 他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点 不停努力才不会感到不安全 天才都把自己放在最低点了 我们一般人要怎么办呢 这是台义大陈碧仙荣誉教授的访谈 时间2020年1月9号下午 地点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2010琴房 陈嘉仁剪接 薛文珍访谈整理 如果是台湾艺术厅تي的节目